一國兩制即使在之前出了這麼多問題後 中央政府一樣會維持 一定會在某些程度上 鼓勵內地人來香港旅遊消費 最重要是按這個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下半年香港的經濟會如何發展 我認為基本上都是向好的 因為香港的功能主要是作為中西方之間的中介人 本來西方想從此切斷中國對外的各種聯繫 但事實上不是說做就做得到 因為中國在整個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已經因為過去二、三十年的全球化運動 變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美國自己也未曾一下子切斷 何況其他國家 所以我自己認為香港依然有這種角色 美國說不允許香港特殊待遇 其實香港的價值是 香港比全世界都有一般待遇 一般最好的待遇就是香港免稅 香港開放、香港自由 美國就不能說 香港以後不允許低稅 不允許免稅 不允許跟其他地方做生意 香港是香港自己給的 香港主要是北京給就可以了 美國可以決定紐約是否開放 而沒有決定香港不能開放 所以香港在這個開放下 其實全世界都喜歡跟香港做生意 中國的外循環 之前我很長說過 在現在新的環境下 不單止可以維持 還有增長 香港人在中國的外循環 一定有角色扮演 之前有些人擔心 會否中國變成內循環 我們要回到大陸的內循環 去找角色 真的很辛苦 香港人不習慣 回到大陸去找角色 即使大灣區 所以我覺得都不是所有人會發展 香港最好的發展 當然還在金融、專業服務 裡面扮演角色 剛剛第一季的統計數字顯示 香港的經濟復甦 有7.9%的GDP增長 這是差不多10年來最高的 而帶動這些增長的 就不是靠政府花錢、內部消費 主要都是靠進出口貿易 和服務行業 我相信以後香港要發展 都是靠這方面 好過靠去大灣區扮演角色 因為我自己認為 大灣區叫做9加2 9加2 就不是 雖然9加2等於11 他沒有說大灣區有11個城市 是有切角的 因為我們還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帶來很多麻煩的 即是香港要回大陸 人過就要下車 要檢查證件 課過還要交稅 外匯過也要申請 是很不方便 但由於有這些不方便 香港和內地才可行走 兩種不同的制度 由於香港和內地 行走不同的制度 香港才有它的特色 現在一國兩制 基本上還有甚麼和內地差異呢 最關鍵的就是 我們走私有產權又保障的資本主義制度 我們走普通法下的法治 而我們的香港人 有給內地更多的自由活動空間 這三件事保持的話 一定會有資金流下來香港 一定會有些業務在大陸發展不到 要下來香港發展 外國要和內地做生意 亦都會發覺在香港做的效果 是好過直接和外地做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一國兩制即使在之前出了這麼多問題之後 中央政府一樣會維持 所以香港以前扮演開的角色 影響不大 現在受影響的 基本上是旅遊業、航空業 餐飲、零售、酒店等 這些相當一部份的基層 都在裏面找到工作 現在這些行業半停頓 基層的工資、新計等 多多少少都受到影響 所以市面的氣氛 不算太好 但是疫情應該是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 現在疫苗已經面世了 很多不同的設計 其實都證明是有效的 有些國家打得多的 很刺激式列 基本上只靠疫苗 已經可以把病毒的傳播 限制到很低的水平 很快 英國、美國 都應該在下半年 便有機會取得責體免疫的效力 其他國家都會陸續打 打了之後 經濟活動便可以恢復 恢復了之後 香港的市場氣氛也會好轉 另一個情況 我自己的判斷就是 內地政府一定會在某一些程度上 鼓勵內地人來香港旅遊消費 因為中美是一個角力 美國想看到在美國的制裁下 香港經濟一沉不起 中國想看到在美國的制裁下 香港的經濟依然蓬勃發展 要看香港的經濟蓬勃發展 即使市面能夠暢旺一些 讓更多人來消費 是應該有好處的 香港人亦要明白 香港的零售業 養了很多基層的工作崗位 純粹靠本地的消費 因為未必支持到香港 已經發展到相對龐大的零售業 所以內地的遊客是不可劃決的 當然了 放多少人下來都要有一個節制 不要影響到本地人的基本生活 但是某些不方便 為了多一些工作職位 為了經濟可以發展 我相信要作出少少犧牲 這是任何地方都要面對的 我相信隨著疫情的過去 和全球經濟的復甦 香港應該做得比以前更加好 喜歡明家分析 記得按LIKE和分享 支持和訂閱卓健明家 最緊要按這個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